看这个指甲啊 它有点往里面卷 咱们来做这个甲心调整 你们老是问我 这个修完以后怎么弄啊 我今天就来跟你们说怎么弄 咱们第一步先把这个指甲凉去 给它打磨的 搅成打磨清理干净 刚才我都说打磨过 打磨干净以后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搅正器 好 这个搅正牙齿的虐太丝 咱们往这上面搞点这个联合计 给它涂匀 咱们找一个最切切最合适的一个点 给它弄上 按压大概差不多20秒钟左右 20秒钟左右 然后轻轻的把这个取出来 然后看这一圈哪里还不到位的 在那个进行按压 这样子充分的让这个端子和指甲 嗯 这个贴面接触 啊 脏脑 要跟你说吗 嗯 这边都自己 咱们再另外 这一端没有端子嘛 咱们另外再整一个端子 另外再整一个端子 这里面 干净一下 这个端子呢 也得进行这个 轻轻的这个打磨一下 咱们先提前按压一下这样子 看这边过来这个端子的长短啊 如果太长了 得剪短一点 这个呢 差不多到这个肉这里啊 刚好合适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 这个还是有张力的 看这个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张力 看到没 明显的看到这个 往外面这样子撑开的那种感觉 看到这洞 能看到吧 然后咱们把这和这一头联合在一起啊 这个端子上面呢 是有一个孔的 咱们这个略态记忆师啊 可以从这孔里面穿过去 看这穿过来了 然后这个联合计啊 咱们再涂于这个端子的下方 咱们进行这个 往那边溜一点 干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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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进行这个 按压粘连 正常情况下 压个15到20秒钟啊 像这样的按压 然后你看把这个端子啊 可以用过剪子剪掉一些 可以用这个小刀把它清理掉一些 然后再简单的 然后再简单的 进行打磨一下 然后咱们在我上面 适当打一点 这个 光固胶 光固化胶 打一点 抹熟 抹熟 然后再进行光固化啊 看啊 这个就算做好了 两面架构里面可以再填晒一点棉花 自身的 让指甲 从这种 卷 慢慢慢慢的这样子 舒展开 让它长平超出肉 长平超出肉以后 以后剪指甲 像这样子 平折剪 不剪两侧 正常情况下是没事的 可以彻底解决 这个烦恼 嗯 做的不好 请供参考啊